付出真爱生命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丧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力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过去三年来我经历了深度的忧郁症 起先是因为我离婚 之后我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有了新工作和新生活 然而我还是无法摆脱忧郁 忧郁总是在背后像轻度发烧般 时而更强势底冒出来 我已经试过一些常用的方法 譬如心理治疗和使用抗忧郁剂 但还是无法根治 有时候忧郁会没来由地出现 始终存在 任波切 请你指点我 我自觉已经试过每一种方法了 首先要接受你的忧郁 思维是我过去式造的因 导致这样的鼓暴 这会有帮助 运用忧郁来禅修 发展出离轮回的心 菩提心和空性见 你以这种方式利用忧郁 让自己永远摆脱忧郁 这是长期的观点 这样一来 你的忧郁会变成最好的修行 是自我疗愈的最上策 服药和遵从医嘱 或许可能暂时缓和病症 但是通常无法消除忧郁的业因 因为那是过去式所造的 到最后 一旦药消失 问题还是在那里 长久的解决之道是 你需要进账 积聚福德资良和培养证件 如果是由于特定的原因 而感到忧郁 譬如人际关系的问题 就需要禅师那个情境 如果你的忧郁似乎毫无来由 就得做我在这里解说的禅修 运用忧郁之道是 怀着悲心来经历它 禅师你是在取受 所有友情的忧郁 痛苦及苦因 这一切降临到你的身上 融入你的心 你的是我爱惜 就这样被摧毁了 甚至那个显得 好像真实存在的我 自信存在的我 也荡然无存了 抱持悲心 为那些比你更忧郁的 其他友情 做这个练习 无数的友情 多生多世 经历犹豫 没有止境 思维 我仅仅是一位友情 不管受了多少苦 其他友情 有无数之多 他们远比我 受更多的苦 思维 由于我所经历的犹豫 其他友情 全都得以免除一切痛苦 享受安乐 乃至解脱 成佛 我是在为他们 而经历犹豫 能够这么做 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的一切 因为我的一切安乐 都是其他友情的恩赐 他们是我生命中最宝贵者 我从他们获得所有的安乐 然后对其他友情 升起慈爱心 思维 我必须让他们 享有安乐及乐因 凡是他们所想要 及需要的一切 我都供养给他们 然后观想他们 所有的安乐 转成佛净土的安乐 在那里 没有丝毫的困境存在 思维他们从我这里 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最清净 至高无上的感官欢乐 受用和美好 这使得他们实证 整个菩提道 所有的友情 就这样成佛了 可能的话 早上下午和晚上 都要做这个 取苦与失乐的采修 五次 十次 二十次 或更多次 花比较多的时间 取走其他友情的苦 在饮食 走路 和其他时候思维 我代表一切友情 体骗忧郁 那不是我的忧郁 享受你的忧郁 心甘情愿地把为一切友情 取受这种经验交给自我 就这样把忧郁彻底消灭掉 把你的忧郁 想成是在禁除往昔的恶业 如果现在不经历 将来势必要在地狱受暴好多年 所以现在承受果报是好事 思维 我是在承受往昔重大恶业的果报 经历这种果报 就是在敬业 就这样 你运用忧郁来承办安乐 就好比转化蛇毒为要用 你也可以运用忧郁来积极功德 你的忧郁变成进葬集资的前行 就像献曼达和成千上万的礼拜 也如同持强力的本尊咒 运用忧郁不仅仅是承办世俗的安乐 而且承办究竟的安乐 把忧郁转为道用 运用它来发展对其他友情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让你更迅速地解除友情的苦 带领他们成佛 借由思维这一切礼仪 享受你的忧郁 我代表一切友情体验忧郁 这不是我的忧郁 最近我获得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但需要经常旅行 问题是 我从小就很怕坐飞机 我非常喜欢目前这个工作 不希望自己的表现受到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试过不同的方法 克服这种恐惧 譬如观想一切都很顺利 甚至催眠 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效 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恐惧 您有什么建议 在启程之前 以及飞行当中 最好念诵十方诸佛的名号 不管你是飞往哪个方向 只要一心专注地念诵那一方佛的名号 除了能够免出危险 你的愿望也会实现 这不仅仅是为了旅行的安全 也为了承办你旅行所要达成的目标 最好不仅是祈求自己的安全 也要祈求飞机上所有旅客和空服人员一路平安 你可以进一步祈求 凡是坐这架飞机的人一直都能平安 能够这样祈求是很好的 我从小就非常怕蛇 我九岁时在父母的花园里看到一条稀烂的蛇 有位声称有神通的妇女告诉我 上辈子我曾经毁灭人命 如果这是真的 我该如何克服这种恐惧 如果我真的有正当理由怕蛇 应当如何看待他们 应当如何面对这种莫名的恐惧 你不需要有神通 这种恐惧可以用叶来解释 你的前世曾经被蛇咬而致死 或死于对蛇的恐惧 这被带到下意识 有些友情 先生就具有令人害怕的身形 就像蛇那样 恐惧通常是称恨的果报 由于对其他友情做了不当的事 导致害怕的果报 见到蛇 我也会跑掉 这很正常 思维蛇的苦 它毫无选择 如果蛇可以选择 就会取受别种身形 换成是你 在那种情况下 也会选择其他的身形 而不是没有人会喜欢的身形 蛇本身害怕老鹰 你可以运用蛇来生起大悲心 并发展菩提心 蛇非常恐惧 它们躲起来 一有人靠近就立刻消失 禅修慈悲心 了解蛇的苦 你将会成就佛果 实际上 蛇是在带你成就佛果 因而能够救拔一切友情 一旦你 一旦你具有慈悲心和菩提心 就没有一条蛇伤害得了你 一旦我具有慈悲心和菩提心 就没有一条蛇能够伤害我 当你没来有地觉得忧愁 最好是修持菩提心 运用你的忧郁来修持这个寄送的意义 即使一切友情都与我为敌 愿我仍珍爱它们更胜于我自己的生命 我是所有一切痛苦问题的来源 因此这个我是你应该舍弃的物件 而所有个人和他人的安乐 所有的证悟 一切完美的安乐等 都来自于珍爱他人 忧郁原本就是因为受自我 自我爱惜 贪着及忧愧的影响 或者是因为破戒 破誓言 或过去式干扰圣者及失心而发生的 因此 与其接受忧郁 不如将它还给自我爱惜的心态 利用忧郁当炸弹 催灭错误的自我概念 然后蚕食 只为自信存在的我的空性 如果能以觉知强烈的慈悲心为本 来代替一切有情经历忧郁 这种为其他人而承受经厌苦楚的蚕食 将成为获得成就的迅速道 因为为了其他众生的利益而经历癌症 忧郁或任何苦是不可思议的经历 为忧郁所苦可以是件美事 因为它让你能轻易看到其他人的苦楚 运用你自己忧郁的经历 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他许多许多人正遭受难忍的痛苦 代表他们而经历忧郁 或许甚至比修持密序更有力 要禁除罹患忧郁症的业 最佳的对峙 就是修持金刚煞朵禁业法门 只要业未禁除 来世依然会再蒙受忧郁之苦 当你觉得沮丧时 可以思维 忧郁症消耗我如此多的恶业 那是我数不清的过去世所积聚的 随喜这一点 你应该为恶业的耗损而觉得非常欢喜 无需视忧郁为不好的事 当你修持佛法时 恶业可能会成熟 使你生病 因为修持佛法 正使你进出如此多的恶业 因此 当你很沮丧的时候 你应该随喜 我的父亲一直都很健壮 直到几个礼拜前 突然失去活力 医生开的药好像都没有效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的病因 奇怪的是 他突然地活力尽失 原因不明 有人说 可能是受到痴媚的伤害 不知道您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当一个人觉得非常虚弱时 往往和痴媚伤害有关 可能是人的生命力被痴媚夺走了 以下的修法和功课会有帮助 我会请一位仁波切修茶供 而我自己会修龙供 你父亲的全家人都应当修 师面空行母 如果是中了无数 这种修法会很有利益 我也会送保护神让他带 以解除身与意的束缚 我一直很沮丧 甚至想要自杀 我的心中非常强烈地萌生这种念头 真的把我吓到了 我觉得好像身不由己 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自己的念头 仁波切 请您给我一些指示 当生起自杀的念头时 除了业力之外 还牵涉到外在的痴媚 人会开始产生幻觉 认为自杀是获得和平安乐 唯一的解决办法 其实自杀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此你应把自己的心 看成是婴儿或学生 而你自己是老师 不要听从婴儿的心 那非常危险 每当你面临抉择 在随顺自己的心之前 先分析那个行为 是否弊大于利 然后做利益最大者 或至少是利大于弊者 如果不加以分析 可能会非常危险 思维这个宝贵的人生 是多么有意义 简直不可思议 只要我愿意 我甚至能够承办 无忧的究竟安乐 道理何在呢 因为你可以凭借着 这个宝贵人生 修三针上学 界定会之道 而在来生 甚至是今生 达到无忧地的境界 自杀只不过 是把一个有肉之身 换成另一个罢了 当自杀的念头升起时 不要随顺它 也不要理会 就让此念头 像风吹过般消逝 我的人生 非常宝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 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薰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坊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 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小蒙山诗石 恭请战山法师组法 日期12月17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高雄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薰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高雄中山书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建者是有情众生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建地不在他处 建地是无偏颇而宽广遍一切处 没有中央或边缘 因此让你的心性不造作 当你的心对此向内看着时 不要将它视为他物 反之 将它视为自始就在你的内在 这就是了物所见与能见 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禅修与禅修者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呢? 上师答道 禅修是将自己安置在无念法性的无造作 本然状态 禅修者是于且式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放松身心而进入你凡俗心性的无造作状态 并任他处于本自己有 本自能知的状态 不受念头的破坏 在这个状态下 没有可分离的修炼者 所以他称作了物禅修者 与禅修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行与加行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行是你所做的一切 加行是运用你的一切行为 使修行更加进步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以正念守护而摄持你的行、住、坐卧等一切作为 不要陷入日常事物之中 以法性摄持你的行和加行运用 这就称作了物行与加行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求证与能证者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三身不在他处 心的自信与事物的自信皆是为空且不可分离 即是法身 体验此意毫无束缚的能知 即是报身 决心以种种方式显现 如此的游戏即是化身 了物到求证之果的就在你之内 而非于他处可达 这就称作了物果此刻就在你之内 而非求证之对境的要诀 这就在你之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